这是一部由真事改编的悬疑惊悚的电影 它极其诡异后劲十足 诡异的是在所有人看到真相后 竟然都选择了不相信 而后劲十足 则是在他们破口大骂完 荒谬扯淡之后 又感到了后脊发凉 甚至是难以入睡 因为它是真事改编 影片的名字叫打脸游戏 而故事的一切 也都要从这对刚刚失去父母的兄弟俩 汤姆和卡尔 躲在屋子里互向三耳光开始说起 弟弟每次犯错 哥哥就会用三耳光来惩罚他 这一次弟弟挨打 是因为他打伤了霸凌自己的女同学 可一切却都在男孩 偷偷许下了一个可怕的愿望之后 发生了巨变 他希望母亲能够复活 去惩罚那些欺负他的人 突然一个怪物出现了 他被吓得连忙跑出老房子 而这座房子 其实是当地有名的残暴女巫的巢穴 据说维克菲尔德家族的女主人 就是一个残暴女巫 她能实现所有被欺负人的愿望 然而也正是因为查到了这些内容 才在房子附近埋葬了母亲的照片 然而刚刚逃出来的男孩 却正好被一只狗围醉毒结 他被吓坏了 他从小就怕狗 突然那个怪物也追了出来 并当着男孩的面 把狗撕碎 狗血涂抹在了男孩脸上 男孩很害怕 但又有种说不出来的开心 因为男孩从小就生活在 一个糟糕的环境之中 父母刷完前 父亲就不断殴打母亲 车祸刷完后呢 哥哥便辍学打工 抚养弟弟 可谁又不是一个孩子 哥哥根本不知道如何教育弟弟 所以他一闯祸 哥哥就用护伤耳光的方式来惩罚他 而让弟弟打自己呢 就会让哥哥的心好过一些 影片演到这儿啊 其实一直都在阐述 男孩活在恐惧之中 他害怕霸凌的同学 他害怕恶犬 他害怕惩罚自己的哥哥 而现在怪物出现了 让他有了一股子莫名的安全感 男孩认为自己的愿望是限的 怪物就是女巫 送给他的保护伞 然而居然男孩回到家 却正好被哥哥心处的女友看到了浑身嗜血的他 男孩连忙解释 脸上的血只是狗血 千万别告诉哥哥 但爱丽丝却还是在吃晚餐的时候 说出了一切 让哥哥好好管教他 爱丽丝的怀疑让男孩很不爱 他希望怪物能赶走这个讨厌的爱丽丝 果然到了晚上 爱丽丝的车被怪物挂花了 而隔天爱丽丝也意外看到了有人在发寻狗启示 他立刻联想到了男孩 因为当天男孩不仅是浑身嗜血 手掌上还有伤口 他觉得狗一定是男孩杀的 但可就在他疑惑的再次返回男友家 并在男孩的房间里 发现了很多不堪入目的女人画像 还有一把藏在玩偶中的手枪后 怪物也到了男孩家中 看到了那张群狗启示 他仿佛自意识到了 男孩在爱丽丝眼中 应该已经成为了一个爱眼的变态小孩 所以他要替男孩除掉这个讨厌的女人 与此同时 爱丽丝也发现了怪物 他用手枪对准怪物 而怪物的手中仿佛是也有一把枪 许久过后 男孩回来了 他看到了爱丽丝被刮花的车 但人却不见了中央 墙面上还有一个弹孔 他隐约感到了大事不妙 不过他并没有报警 而是用相框挡住了弹孔 还有爱丽丝的衣服也被藏了起来 可这事却没满多久 第二天一早 哥哥就发现了弹孔 因为用来挡弹孔的相片 吃全家福根本不挂在这里 哥哥意识到了严重性 到处寻找爱丽丝 可爱丽丝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 男孩回来后 佛佛质问了他 兄弟俩又开始了护晒耳光 这一次哥哥明显比以往 任何一次都要生气 男孩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感 突然他惊恐的发现 怪物来了 他似乎要替男孩删回去 然而最爱男孩 将哥哥一把抱住后 怪物竟然转身离开 不过可怕的事还是发生 隔天霸凌他的女同学 再次找到他 打他朝他吐口水 还有扒掉他的裤子 羞弱 男孩害怕的呼喊 突然树林里传出了一声嘶吼 男孩知道是怪物来了 男孩跑了 女孩们也朝树林追了过去 不出意外 其中一个落单的女孩 被怪物攻击丢了性命 而男孩就成了最大嫌疑人 因为在案发现场 只有男孩一个人 他有充分的作案动机 即便他告诉了警察 是怪物杀了女孩 此时男孩再次赶到了 恐惧甚至是无力的绝望 不知过了多久 他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发现自己竟然趴在 审讯室的桌子上睡着了 而审讯室的门开着 走廊里的灯也是忽亮忽暗 伴随着侧耳的报警声 男孩起身走了出去 惊恐的发现 走廊里一片血腥 一个警察坐在地上死了 墙面上柜子上 到处都是血迹 他捡起掉落的枪 小心翼翼的来到警长办公室 警长也死了 而身后就站着那个怪物 怪物缓缓的伸出手 男孩被吓坏了 急忙跑出警局 回到家住 然而怪物却紧跟着 再次来到了男孩面前 男孩惊恐的看着怪物 他渴望怪物的保护 但他又无法接受 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自己 而被怪物残忍的杀害 尽管这些人都是伤害过他 突然哥哥回来了 三尔光的游戏再次开始 只不过这一次 游戏的双方变成了哥哥和怪物 男孩大声的哭泣着 他知道哥哥绝对不是怪物的对手 女生男孩开了墙 又亲手用刀送走 他的怪物 然而一切都忘了 因为哥哥再也醒过来了 男孩撕心裂肺的哭着 警察也包围了他 真相揭晓了 原来整部影片里 如影随形的怪物 根本就不存在 房子里也只有他 和死去的哥哥 本片改编至于一个真实事件 男孩被抓后 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 诉说了他是如何一步步 从杀狗到爱丽丝 都霸凌他的女孩 再到杀狮警察 以及哥哥的整个过程 最终男孩被判定为 患有精神分裂 长期生活在各种暴力的阴影之下 让他幻想出了一个无比强大 又好似母亲一般能保护自己的怪物 也就是他的黑暗人格 其实啊 放眼整个影视 甚至是真实的战争中 都曾出现过 手无缚鸡之力 人畜无害样子的人 做出意想不到的可怕事 他们往往会被忽略 因为没人会相信 如此残忍的事 竟然是他干的 就是无人的几个影响